我从这本书里面 就是去学会了 怎么去描述事物 它因为是个 魔幻现实主义 你会看到里面 就是马克思把时间空间 这样的一个概念 把它完全的魔幻现实化 然后忽然觉得很不可思议 就那种体会很独特 很独特 能够给人带来 怎样的启迪呢 你会在里面看到 很多不可思议的一些 生命的一些 更深层的东西 比如说人性 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人 人群 孤独 然后幸福 这样的一些东西 你都可以在里面找到 你刚才说 你要开一个书店 卖的也是这些旧书吗 对 因为 我现在家里面 屋子里面有 好几千个的书 全是这样子的旧书 对 那你好不容易逃回来 你又把它卖掉 多可惜啊 当时没有说想要卖掉 但是后来说 想要开书店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 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也想把 自己的这种 对于书的体会 然后以这样的方式 去传递给他人 那你的这个书店 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它会是两层 第二层会是 我的这些旧书 第一层会是那些 特别好的新书 像百年过渡这一类的 然后里面会有 饮品 会有花 会有很多 现代书店那种方式 也就是所谓的一个 现代的书咖 这样的书店很多啊 能生存下去吗 对啊 你有没有算过要多少钱 六十万以上 六十万以上 因为在北京啊 肯定有这样的一个成本 然后其实我是这样 这样一个最大的想法 就是因为我自己 我有写东西 然后又想去拍电影 所以我想以这样一个平台 来作为去跟 身边的朋友啦 或者是一些 其他的一些 有才华的人 过来跟你去做交流 可以互相去增进的 这样一个场所 你是想把它作为一个 文化交流的场所 对 不以卖书为主 对啊 你现在筹了多少钱呢 现在 你想开起来的话 现在还没有筹到钱 现在什么工作啊 做网络设备 因为我学的是通信工程 你大概一个月 挣多少钱 一个月是八千块 八千块 这八千块是怎么使用 交盘租 然后日常生活 还剩下多少 然后会讨书 还剩下多少 剩下大概三千块 有存款吗 现在没有存款 因为我也是 创业刚刚事件 那你这个心愿 对我们的四位企业家 那是挺大压力了啊 六十万 一人出十五万 我们来听一下 你们是怎么助力的 在整个过程中呢 虽然那个 听起来稍微有那么一点点 乏味 对 但是我能感受到你 对阅读 对书的这个热情 因为我是鼓励你去追求 实现自己的梦想的 你又能写 对吧 你可以推自己的公号 随后发文章 来养书店 但是你刚开始 可以小小地做 不要上来先弄一个六十万的 你可以先从十万的做起 对吧 租个房子 就是把它布置得有情调一些 不要花很多钱 但是要多花些心思 一点一点地把它做起来 这才是一步一步走的一条路 对 现在我就在这样一个阶段 因为我有做自己的公众号 对 然后有这样一个平台 做一个摆树的地方 对 但是最终极的就是 那一个一个 一个很大的一个水边 这样子 你现在呢 这这么长时间以来 你这个输入的很多 但是你要把它 很好的输出出去 在公号上能够吸引人 这才是解决你 那个宏大梦想的一个方法 翠生生薯条呢 愿意给你提供一些资金的支持 但是对你那个六十万来讲 可能就钱得太少了 这是表达我们的一个 一个心愿嘛 心意 好 谢谢 谢谢李老师 对 另外我再多提一个建议啊 其实图里老师 刚才提醒你很多次 首先你在场上 你不是一个 合格的卖书的销售 因为合格的卖书的销售会 三言两语会 把握住这个产品的特点 会引起你的购买欲 而这一点上 你需要下一些功夫 或者找一个 所有书类的销售 都是顾问式销售 现实潮流呢 实际上是你应该考虑 做事情应该有一个 简单的预判的 但是呢 作为你有这种梦想呢 我们也会尽力 给你一些资金的支持 希望你能够越来越好 谢谢 如今是观点分享的年代 你一定要有很好的书评 别人才会信仰你所推荐的书 多谢了文章 自然你稍微有了一定的名气了 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个爱好者 有独特的视角 大家就会聚集到你身边来 来分享你的观点 到那个时候 自然会有资金的助力 没错 好吧 祝愿你梦想早日成真 谢谢你啊 谢谢你 再见 再见 庚多佳一的书店梦 永远都不会熄灭 他追逐梦想的过程 是他一生最幸福的时刻 只是